今天是四款新年讨喜的编发教程 祝大家新年快乐 农运当头 那第一个发型先在头顶分出一个区块 用橡皮筋给它扎起来 然后中间给它掏开向内翻 再把耳朵向上的部分也分出一个区块 也是用橡皮筋给它扎起来 中间的部分掏开向内翻拉紧 再给它拉拉蓬松 头型拉得饱满一些 另外一边呢也是重复一样的动作 这个发型紧铃又讨喜 过年扎这个一定红包收到手软 第二个发型呢 其实只需要延续第一个 在下面分出一小节 用橡皮筋给它扎起来 然后中间套开向内翻 下面呢再分出一小节 也是一样 中间套开向内翻给它拉拉蓬松 头发长的女生呢就多扎几节 两边都是一样重复一样的动作就可以了 活泼又元气满满的灯笼变就完成了 第三个发型 在一侧分出一股头发 一分为二拧成麻花 然后再向下一股 带着一股的往侧面边 编成两股麻花 到另外一边的位置呢 就给它用一个小夹子固定住 另外一侧呢 头顶先分出一个区块 也是一分为二拧成麻花 再向下一股带着一股的 编成两股麻花变 一直编到耳后的位置呢 跟另外一股 会合编成三股麻花变 别的发尾的部分 用橡皮筋给它固定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麻花 给它拉拉蓬松 尤其是头型的部分 一定要给它拉拉饱满哦 麻花的部分呢 用指尖拽着发丝向外拉 最后再夹上花花发卡就完成啦 超级温柔甜美 最后一个发型 是在刚刚的基础之上 把麻花向上拧拧拧绕成丸子 用橡皮筋和小黑夹固定 这样子简单的绕成一个测花包 也很好看 当然也可以在上面 加上一个花花发卡 超有青年氛围感的 花包测丸子就完成啦